近日一组邓伦参加快乐大本营录制的路透照也是成为了粉丝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作为全新真人秀节目《我要打篮球》的明星领队 邓伦将会在这一次的快本之旅中提前和大家一起感受篮球运动的魅力 因为快本是一档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综艺节目 所以在明星艺人参加节目录制之前 粉丝们就已经知道具体的形成安排 当然了对于明星艺人而言 参加快本的录制也是一次大庭的粉丝见面会 相信大家已经在网络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一次邓伦参加快本的粉丝应援现场了 因为人气比较高 所以在邓伦来到录制地点之前 粉丝们就排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 整个场面非常的震撼 就在邓伦到达现场之后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现场 而是主动和粉丝们进行互动 当天时尚达人邓伦的穿着很普通 白色短袖搭配黑色短裤 加上黑色的鸭舌帽 整个人显得非常接替气 而和大家简单互动之后 邓伦也是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接下来的一幕就是邓伦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那几张照片了 邓伦和在场的粉丝进行了大合影 在离开现场之前 邓伦也是深深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成为一名备受大家喜欢的人气偶像 确实是有道理的 对此你觉得邓伦是一位优质偶像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